四年前反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集会的旧视频 遭到有心人士拿出来炒作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号召民众参与集会 引起网民热议 警方调查后证时有关的视频是在2018年拍摄的 如今被人再度转发 目的就是要挑起社会不安情绪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 今天早上发文告指出 这段长达2分钟20秒的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在室内发表宗教敏感言论 号召民众出席这个月8号 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办的集会 当局后来发现视频涉于2018年 警方近期也没有接获当天会有任何集会的情报 文告中强调警方会竭尽所能确保公共秩序 并采取严厉的行动对付那些 破坏社会安宁的集会或游行 同时警告民众不要再散播有关的视频 否则将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505之逼 破坏公共安宁条文 调查违法者 第233不当使用网络服务条文 第233不当使用网络服务条文